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 5月30日 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向游行队伍突然开枪射击 当场打死13人 伤数十人 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武萨惨案 这激起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6月1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 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上海人民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 总罢工 总罢课 总罢市 20多万工人 5万多学生 不顾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 英勇投入斗争 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 各地到处想起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广州 香港也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省港大罢工 武萨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 武萨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 以此前所未有的打击 显示了各革命阶级 各阶层民众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 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